台湾桌球教父奥运五朝元老庄志渊 出战冬奥传捷报 今天迎战阿根廷小将 一度比分拉锯 最后抢下第七盘 以4比3逆转胜 闯进冬奥桌球男单32强 最想要去取得成绩的地方 因为参加了五届 所以更平常性 庄志渊还拍照开箱选手村看餐厅 坐在比赛场地练习备战 世界排名28的庄志渊 阿根廷小将排名75 但40岁对上23岁 庄志渊江还是老的辣 稳赡稳打获胜晋级 这回除了男单还参加男团跟男双 希望能为桌球生涯 夺下一面奥运奖牌 来自高雄桃园的家人热情加油声 为了布农族勇士高展红 28岁的高展红参加冬奥 举重61公斤量级 但两次停举都是举眉成功 疑似受到大腿抽筋影响 最后放弃停举第三次试举 然后加油没有关系 家人会支持 你再接再厉 我们家人都会支持你 你能够到东京参加这个奥运 都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早在今年4月的乌兹别克 亚锦赛高展红抓举129公斤 破全国纪录 当时停举就因为抽筋而退赛 没想到转赞奥运 还是没能完成三次停举 以事格收场舍民坐收 无缘夺牌 记得宋佩晨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